我们介绍一下COSTRA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MOOC网站 那各位知道MOOC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吧 就是大规模的线上学习课程 Massive Online Open Course MOOC 那这个东西现这两年变得很重要 因为自从早期麻省理工学院开了一个EDS的课程 然后他试验开了一个算是电子学的课程 结果全市就有5万个人去注册 然后真正上课的大概有一万个人 那之后呢麻省理工学院的几个老师就跳槽出来自己开一个公司做MOOC 那其他像史丹佛它也有这样的实验性质 后来那些老师也干脆就开了公司 所以就美国就好几家这种公司都跑出来 那这个也不是他们第一个创的 其实我看到比较早创的是可汉Academy 那但是大学的课程 是从Kosra和那个Uta City开始做的 那可汉Academy所做的是中小学的课程 所以有点不一样 那像可汉Academy它已经有接受到比尔盖茨的好几百万美金的捐款 所以它可以做的比较长远一点 那这个就Kosra这种就是营运的 它就本身就利用线上课程的网站就经营 然后顺便赚钱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不用钱 其实你上这个课都不用钱 举个例子 我来登录一下 而且呢 稍等一下 好这个课程不用钱 但是呢 你如果修完一门课 而且你有通过 也就是说你60分以上 那它还可以发及格证书给你 可以发成绩单及格证书给你 那如果你今天呢 在上面上课 然后很多都是MIT的 史丹佛的 哈佛的课程上面几乎都有 那所以现在已经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这代表说我们老师快失业了 因为一个老师可以上五万个人的课 那要那么多老师干嘛 对不对 那所以要善用这种资源呢 这是好东西 那我们来登录一下 我记得我应该这里有账号 而且我其实都常常登录课 但是都没去上 因为 因为 你就是没有时间去 我确定一下我的迷茫到底是不是这样 有耶 你看我上了这一本课是几率 秦始皇 也有中文课 也有中文课 台湾 台大有开 所以台大的几率 这是叶秉承老师开的 台大的秦始皇 这是谁开的我都忘了 然后computer architecture 这是普林斯顿大学 那普林斯顿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大学 它的那个等级不在哈佛之下 你知道爱因斯坦最后就是在普林斯顿教书 所以像这个密西根大学 然后呢史丹佛大学 machine learning 机器学习 然后呢史丹佛大学教你怎么样子做创业 OK 这些你都可以直接在上面去上课 那我们稍微看一下 比如说 machine learning 这门课 好 那我进去 这里 你知道吗 在网路上上课 第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你可以作弊 对不对 你做那个考题的时候 反正你旁边可以上网参考或干嘛的 你可以作弊啊 所以呢 你一进去他要你签一个honor call 诚实协定 绝不作弊 当然会签啦 只是 当然要诚实啊 如果你想拿那个成绩 然后是骗人的 他没有意义 对 好所以呢 进来之后你会看到这个 一个video lecture 就是 他的 课程的影片 然后呢 review question 就是问问题 然后 练习 程式练习 然后 因为这门课是机器学型嘛 machine learning 然后所以呢 他会有程式 那另外有课程的 课程的那个时间表 然后资讯啊 FAQ 比如 那他们开一门这种课 通常有好多个助教 我们 我们学校大概很难这样 哦 那么多助教来 来 来帮忙 但是也不需要真的很多助教 因为大部分的考题 他都做成线上可以测验 那有一些考题呢 是没有办法直接线上测验 必须要批改的 那他们可能会采取一种形式就是 把名字拿掉 然后随机传给五个人帮你改 那五个人改出来的平均分数 就当成你的分数 OK 那这样子做 那每个学生呢 就变成他也有义务 要改五份其他人的考题 我左眼 我左眼 那 这里 你会看到 OK 比较常见的 他这里还有什么 Wiki CourseWiki 之类的 他像他这一个 课程 他是用 MateLab 和Active 那这两个是相容的软体 OK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的Video Lecture Video Lecture 那他这边都有介绍啊 说他课程是 教 呃 概要 那 那接下来进去之后 你会看到 这里就Video Lecture 那 一开始 就是第一堂课 这里 那当然我们不会仔细看 就是稍微让各位了解一下 说OK 有这样的课程 那 稍微听听看 这样就好 哦 有点慢了 我们的网路有点慢了 就不看了 那有兴趣 你赶快下来去登录 就可以去选 选一些课来看 那很多绝对上的比我好 比如说你去上 他的微积分 再来跟我的比较一下 应该会发现 他上的比较好 那当然不一定啦 也有些老师上的不见得很好 那你就可以看一下他的 他们的那个 怎么讲 网路线上课程 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价值 我觉得在学校 如果你觉得老师上的太烂 你就去上网路线上课程 如果你在这个COSTLA里面 任何一门微积分 你通过了 那你拿来告诉我 好不好 我在期末成绩的时候 我会考量 只要你没有作弊 你通过了 OK 那我就给你那个分数 只要你没有作弊 而且你通过 我当然要确认 确认你没有作弊 我可能要稍微 把他的题目拿来考你一下 OK 然后你可以通过 那应该照理讲 我应该也可以给你通过 对吧 所以你可以试试看 上去找 微积分应该一定 课程也是会很多 view all in low cost 这里 你应该就可以找到 一大堆课 这里 课程 课程里面 calculus 你应该可以找到 一堆微积分 precalculus calculus single variable 单变数微积分 然后呢 calculus1 precalculus 都是微积分 至少有五六门课 所以你可以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去这边上也很好 这是加州大学的 这是 宾州大学的 这是普林斯顿 这是二亥二州大学 这个是 这个大学我就没听过了 而且看起来不像美国的 好 另外 二亥二州大学 所以 可以从里面去选修 如果是微积分的话 可以从里面去选修 如果你期末有通过 记得拿来给我看 这样子的话 我们还可以 就算你我 我的课你有过 你这个拿来给我看 我再帮你加分 有很多种方式 所以你 如果你甚至 甚至 还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 如果你觉得 我们上课没有意思 对不对 那 你想说 我在家里看这个线上课程 就好 那我把它学会 就好 那也OK 你先跟我报备一下 我们点名 就把你直接略过 OK 就不点你的名 那反正 但是你期末要来 要来拿你的成绩带 给我看 而且我会稍微 可以问一下 你修课的一些情况 OK 大概是这样 那 很推荐 大家可以去 试试看 我把它贴到社团上去 贴到社团上去 贴到社团上去 COSTRO 这开放课程 好 OK 各位 试用看看 试用看看 那刚好 我们也快下课了 好 顺便休息一下